他从少将升到了上将,还当过党中央副主席,成功的秘诀只有一个。 再不多的从少将再受上将的共和国将军中,李德升是一个,他是真正在战争中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战将,14岁参加红军,由班长而排长,由排长而连长,时至师长、军长、司令员,一级一级打上来。 成为优秀指挥员,他的秘诀是什么? 他的儿子李南征说,父亲游士兵成长为将军的秘诀,就是不断学习,读书是李德升的成功秘诀,是他一生最大的爱好,并且也是他唯一的嗜好。 他这个嗜好其实于一次战斗中负伤,1933年,在反六路围攻中,李德升冲锋在前,结果身负重伤。 住进了红军医院,在医院里,不少伤员生病后心情比较低落,不爱学习,他没有沮丧。 返马住院当成学习的机会,找来红军读本进行读书,出身贫乎的他由此仿佛进入一个新的世界,思想水平,文化水平都有显着提高,从此他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。 李德升一生不会打麻将,不会下象棋,不会打扑克,更不会跳舞,只有看书学习,才是他最喜欢的。 他当了高级干部后,外出出差开会,其他东西都可以不带,但必须要带书,没有书不行。 书让李德升成长,变得有智慧,也因为爱读书,他在战争中成长为一员善战了迎江。 1967年,有人曾问李德升,参加过百团大战没有,李德升回答,我在整个抗战中,一直是在主要方向上作战,抗战时,他在八路军一百二十九时,该施的主要仗,他仗仗都参与。 先后参加了及西洋明保,扶击响堂扑,争夺施茂山等战斗,并且多次打出旗杖。 在昭明的响堂扑扶击战中,李德升本是通讯连连长,临时抽取与特务连阻击日军,在战斗中,特务连连长身负重伤,团长命令他改任特务连长, 他带领战士们硬是把日军堵在伏击圈内,死活打出不去,从而保证了主力全歼日军,此战如果没有他堵住口子,日军很可能突围出去,全歼成为半歼。 李德升征战一生,最得意之战就是1942年5月,他当营长时掩护八路军总部突围,当时他带着一个营本来负责警戒团部, 后来八路军总部来了,临时改为保卫总部,此战中,敌人,日军是一个师团,第36师团,而李德升说是一个营,实际上就只有两个连,双方对阵,打了一天恶仗,晚上总部突围出去了,李德升和战士们却让日军围住了, 最后,他竟然带着两个连巧妙,突破日军的包围圈,顺利跑了出去,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本以为李德升他们全都牺牲了,见着李德升大为惊讶,说,你是打仗了好调子。 李德升最传奇的一仗,是昭明的马方战斗,当时,他是团长,带领82名战士,冒着大雪却把鬼子据点, 在战斗中,他们和日军打起了肉搏斩,日军小队长林木和李德升拼起了战刀,结果,被李德升砍伤后活捉,此战被延安解放日报,称为典型的歼灭战,团长亲自挥舞大道,与日军面对面决斗,在红军时期较多,但在八路军时期不多,几十年之后, 记者采访李德升时还责责感叹,这是何等英雄的行为,但李德升却实实在在说,我和鬼子面对面甩大刀片子,也只有这一次。 李德升打仗,非常过得硬,他的老上级王晋山这样评价他,打仗很硬,不怕苦,任务交给他,他就向老牛顶驾,缩不回来,王晋山本身是远虎驾, 很少表扬人,对李德升如此评价,李德升的确实要有一套硬功夫,在朝鲜战争中,李德升率部接替上干岭防卧后,王晋山对政委陆义德说,李德升上去了,我就可以睡大觉了。 而李德升上去后,硬是顶住了美军强大的炮火和坦克,把上干岭变成了铁岭,让武装照牙齿的美军打不下攻不破,弃之可惜,拿着烫手。 李德升身经百战,到了晚年仍然铁骨蒸蒸,一次中华英才记者来采访他,八十多岁的老人依然蔑视地说,美帝国主义没什么可怕的,都是只老虎,当年我在上干岭,不是把他们打败了吗? 读书让李德升变得很注重个人品德的修养,他会打仗,能打恶仗,打仗,但从来不张扬,闭口不提自己。 招明了上干岭战役后半段,就是时任十二军副军长李德升指挥的,上干岭前后打了四十三天恶战,李德升指挥意达了近三十天,成功地顶住并粉碎了美军的进攻,在他指挥下, 志愿军不仅把丢掉的阵地,重新夺了回来,还扩大了新的阵地。 上干岭战役刚结束,以此,十二军的崔参谋,一边听广播一边发牢骚,上干岭也是我们打的,最后全是十五军的功劳,提动媒体我们军一个字。 李德升听后,当场批评他,你这个想法不对头,什么你们? 我们,都受我们志愿军打的吗? 战后几十年中,国内一说上干岭,就是宣传十五军,很少提过十二军,就是提起,也是说十二军配属十五军的。 李德升一直不作声,放上干岭电影时,他的孩子看了电影后议论纷纷,李德升没提一句关于上干岭战役的事。 结果,子女们成人后的都不知道父亲指挥过了上干岭战役。 李德升从朝鲜回国后,先十二军工作,后在沈阳军区当了十二年司令员,经历过五任政委。 这些政委各有特点,有的资格老,有的脾气大,有的学问高,有的资历浅,但没有一个政委和他相处不好,都与李德升处得很愉快,心情舒畅。 读书让李德升会打仗,会处理人际关系还会。 其家,李德升夫复定的家归是,不准搞特殊化,他身居高位,对子女要求慎言他的儿子李和平初中毕业后就参了军载。 部队他有三晚,一是入党,当了三年半兵才入党,算上一年预备七四年半才转正,二是提干晚,当了四年半兵才提干别人最快的一年半就提干了,三是上学晚。 招收工农兵大学生,使李和平报了明名单,送到军部后,被李德升得知应事化,叫了随后军司令部, 遇到,他,去当参谋,也被李德升化掉了并交代,在基层好好锻炼,结果李和平在联队干了八年,在团以下基层干了二十年才推荐到国防大学,上了三年大专队越自卫反击战,时他却率步,上前线,捍卫祖国安全走在了前列。 李德升一生传奇,但是,他去世后,身居高位的他,留下来的遗物几乎没值钱的东西,除了军装,便衣也没几件,没有钱,连一个银行户头都没有,但是有一大堆的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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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